比林44号洲际公路的龙埃尔克帕克 是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县里公园 占地546英亩 位于圣路一县 歪里帕帕以西 距我家只有十分钟的车程 这里在二战期间 是泰森火药厂的一部分 战后该地区改为泰森县里公园 1948年建立了麋鹿和野牛群 朝鲜战争期间 联邦政府重新征用了这片土地 1958年出于安全原因 野生动物群被消灭 但有一只公麋鹿幸存了下来 1964年 圣路一县 为泰森公园收购了405英亩土地 并从黄石公园等地方获得了一些麋鹿和野牛 于1966年改名为Long Elk Park 并于1971年10月正式开放 该公园也是许多鹿、野火鸡和水禽的家园 沿着公园内的道路驾车行驶 就有可能近距离看到一些麋鹿和一些其他动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大家观看 下个视频再见